来到休闲渔业的最后一集啰 我是马士 在我旁边的是阿德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马士好 OK好的 阿德老师 今天最后一集也是要再麻烦您了啦 今天我们要来讲讲 就是休闲渔业在台湾这个发展的状况 以及它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估 那在这一开始呢 我们就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直接来说了 就是说这个在台湾啊 现阶段休闲渔业的从业情况 还有类型是什么样子呢 那他跟这个我们这个官方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合作呢 其实休闲渔业在早期推动的时候 其实压力很大 第一个是渔民的想法 其实都没有休闲产业的观念 第二个工单位呢 对休闲的诠释呢 其实也是模糊 这个模糊不是定义不出来 而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在渔业产子其实到现在很多地方 渔业产子其实是还是很大 哪怕不管是远洋渔业严禁海 那一直到最近这十年来的变化相对大 环境压力 那气候变迁 那渔港 坦白讲渔船的检船 渔业的开发过渡等等 国际压力伸张等等 哇所有的条件都回来了 所以渔业就面临到的其实叫挑战 已经不是视为 是一直不断的被挑战 这行业似乎好像不该存在在台湾 可是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 海岛国家必须靠的是蓝色经济 靠的是周边海洋的资源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来面对海洋资源 那也因为这样的条件 其实阿德老师在回海洋大学去练资源管理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如何转资源 哪怕它是个保育区 它都有办法产出生态型的经济 那一个渔业一只鱼直接卖鱼 那价格是最低的 我一只鱼可以透过体验 透过消费 我可以透过解释 透过解说 透过环境 哇坦白讲 鱼都没有抓上来就赚大钱 所以台湾有一些产业 反而是必须透过休闲渔业去诠释 所以我也在看渔业署这些年的政策 你看保育已经慢慢上来了 刘志望已经不见 慢慢消失在台湾 友善的渔业渔法也有 可是润滑季都在休闲渔业 因为消费者不会透过传统渔业去认识渔业 可是会透过非常多的休闲渔业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渔村小旅行 做渔乐渔船出来去海调 登岛潜水 其实都跟渔业息息相关 在蓝色经济里面 让消费者支持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是我后来发现 超重要的 以前都是渔业人谈渔业事 我觉得都谈不下去 因为永远在跟政府对杠 永远在骂政府 现在不同 现在其实 好的从业人员休闲渔业 在跟消费者是互动的 所以消费者现在是以支持的方式在对待我们认真经营的渔民 所以这些年来在做休闲渔业其实是快乐的 因为是消费者说你们好辛苦 你们好赞 你渔民好认真 你的灰汗灵里 你这个东西是好吃值钱值得 所以慢慢的休闲医院我们把它拉到另外一个来是 它是一个很棒的蓝色经济体 它是可以帮地方发展而赚钱 所以全台湾各地其实要发展这个蓝色经济体来说 算是还蛮我不能说容易 但是至少台湾各地要发展它都是相当有潜力的 因为我们从台湾领导资源来看 因为我最喜欢其实修学院表现的淋漓尽致其实都在离岛 因为离岛第一个是版明尤其你看台湾几个离岛 我们从小琉桥金门马祖绿岛兰鱼 那这些岛屿还有澎湖 其实你看想想看 它几乎都是有渔业行为 对不对 哪怕绿岛现在是以海洋观光 可是早期它是尖干钓 它是钓尖鱼 它是钓黄旗尾 所以因为这样条件每个岛屿都有渔业的情况之下 都有国际观光客或观光客的注入 所以反而我想举一个例子 像澎湖 澎湖这些年来虽然它的观光发展非常的发展 其实我一直认为它该运用它的原本的渔业文化跟特质 因为你用美丽的风景 其实取代你的一定有 加上渔业的色彩 那就是特色了 回头再想一下台湾的金门 金门虽然的渔业不是那么发达 可是占地的渔业 那故事就厚了 桥乡的聚落听起来就不一样 再加上绿岛 绿岛如果只是讲到一个岛屿没什么 很好国际级的潜场 潜潜水的场域 水清鱼多珊瑚美 加上整个绿岛本身的条件 甚至还有渔场的保育 那个故事就丰厚 再谈一下我们台湾的马祖 马祖又是一个战地坑道 还有定制网捕虾皮 对不对 早期军管的时代的渔业行为 所以也就是保留到现在 因为离岛的保留通常比本岛还厚 因为保留下来了 所以我才说 台湾的休闲渔业 在光这几个岛之外 再加上本岛的800多个渔村 200多个渔港 听起来就多样性 所以回头重观起来 这大概20年的光景 台湾的休闲渔业 开始被消费者慢慢的推崇到现在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棒 国际观光的亮点了 所以其实它现在发展上 已经是慢慢的渐趋与成熟 或者是已经是 一几乎已经走在这个步道上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的 但是当然我们除了厉害之外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虚心 来学习的这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放眼国际的话 我们台湾的休闲渔业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 最确切的一个具体优势 像刚刚阿德老师 其实已经跟我们举了非常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刚刚讲的是先天的条件 那现在我们来讲讲 后天的条件好不好 就是比方说人为啊 或者是行销啊 或者是一些 呃观光模式啊等等的 那在这一些 我们在台湾上 有没有哪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呢 那又有哪些地方 是我们值得在跟国际社会上 来做学习的呢 因为早期是传统产业去转型 所以通常不是面对观光 所以我们通常在经营休闲院的条件相对薄弱 我讲的是场域 我讲的是人才的培养 我讲的是一个环境的友善度 所以早期休闲院能够慢慢走出自己一片天 我都觉得都是拼来的 尤其是第一代 哪怕是破破的船 他可以经营海调 用很认真的态度 但是现在来已经不同了 现在要做国际观光 第一个像之前我们去帛琉考察 其实帛琉也是原住民啊 都是岛上的原住民啊 可是他们针对前场针对环境 针对经营国际观光客 他们可是用最在地的概念 在地的氛围 或在地的那种原住民式的热情 来接待国际观客 而且光光财 他们可是赚得非常的大 那回头来看台湾 最美的风景绝对是人 渔村的人魂风情 其实是台湾的特质 不管从里岛 从本岛 从不同的聚落 其实都展现出来 都不是一样的条件 真的 虽然刚开始看起来冷冷 尤其是很多渔区 看起来渔民都好凶 但是 如果未来有机会 转价值 也就是让他凸显他的专业 穿的帅帅的 而且用很好的质感 去做解说 甚至二代回来了 像我想举例的 就是台湾的娱乐渔船 现在几乎都是二代接手了 从基隆的海钓 现在从索管记 到潮进海湾节 到甚至沿进海 养殖渔业 做食农教育 到宜兰花莲台东做的赏金 甚至到绿岛做的潜水 现在都叫二代目 我们也把它组成了一个品牌 叫做船中接待 船上的船 船中接待 大家都在船上做生意 因为在船上做生意 大家特别认真 因为大家坐船会恐慌 会惧怕 用赏金的专业 用水底解说的专业 用潜水的专业 都是用专业在面对 所以新的世代进来之后 有高学历 有不同的观念 就算不一定学历 但是他对于国际观看 他有国际与会 国际认证 潜水认证也好 不同的条件 所以慢慢的在台湾 休闲医院已经带动到地方发展 而且是他愿意自己发展 不是政府说你要发展 你要转型 你要改变 现在是市场推大 所以我常常讲 台湾如果还是岛民自己在观光 我们的人口不过是这么少 可是如果照现在的马兴港澳 到现在甚至是两岸的交流 一直到现在慢慢的 甚至有会议旅游 透过这样的条件 虽然不会到这么多的观光客 因为毕竟台湾不是以观光立国 但是如果这些观光客来到台湾 都留下深刻的回忆 台湾虽小 五丈可俱全 不管高山 不管大海 不管河川 不管湖泊 各种的地形 不同的渔业渔法 甚至是不同的样态的农渔村 所以我才说台湾必须找到自己的优势 所以我在做休闲渔业也好 或休闲农业也好 我都觉得运用到资源而来转资源 这件事情是在我现在 做的行工作里面算是最开心的 所以整个这样统整下来 台湾目前最需要的就是 在寻找到自己当地的特色这件事情上来说是最重要的 所以刚才提到 如果渔业还是是捕鱼抓鱼 鱼就抓光了 所以包含月鼠在之前推的栽培渔业 甚至在马澳的栽培渔业示范区 玉米也常常跟我讲 都是你们这些死狗生 还说我不能抓鱼 我想想不对 鱼是你抓起来不是我抓起来 现在叫你不要抓 是希望子孙还有机会抓到鱼 所以不得不用管理制度 现在把刘次王拿掉 也不希望节哲而语 鱼鱼虽然现在你短收的叫现金收入 因为现在不能想 可是你想想看 鱼可以一直抓到生生世世 那叫资产 所以休闲月 现在最重要遇到的就是资源管理 因为我以前叫你捕鱼要抓少 我就不好意思 因为抓少你卖不好 我叫你抓少 你的薪水就短收 很恶劣 对不对 什么布拉鱼不能抓 飞鱼软不能抓 什么不能抓 我常跟消费者讲 你不能把人家工作一次搞到薪水是零 渔民要也是辅导 分阶段改变 也没有人把你的薪水干掉说 你就是不行 那渔民从上一代就抓布拉到下一代也抓布拉 你现在忽然跟他讲说抓布拉是不行 所以我都认为必须要和缓 可是长期的和缓下来 让渔民收入增加 其实从休闲一夜来 可以接受 对不对 我可能透过体验活动 我透过品牌直售了 消费者支持了你的收入其实增加的时候我当然保育 像我们基隆就很好就画了我们前面有番子澳湾 潮进也设了保育区 刚开始渔民也是头痛 你政府叫我不要抓鱼 可是现在不同 现在都在抓人 因为人比较赚钱 因为大家在做体验鱼业 出海钓鱼 钓鱼一个人收了就收了一千多块 对不对 一千多块四十个人一个晚上就不少万了 以前出去抓鱼抓回来三五千块五六千块 扣掉油钱就赔钱 所以有时候慢慢的在想 慢慢在改变 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模型 所以休闲医院虽然以前分为四个种类 现在叫我来分 其实我也分不出来了 因为已经融入在一起 所以真的就是体验经济 甚至有的叫循环经济 就是抓到了鱼好好的运用它 都不会浪费掉 游客出去钓到的也是有限的鱼 甚至有的还放回 潜水值看鱼又不补鱼 赏金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想金屯资源很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运用 因为金屯就像没有人 很多把人干掉 所以资源上的管理 在未来的休闲渔业 觉得是关键题 非做不可 而且非保留不可 因为没有资源 现在大陆我们常常有到 有机会到对岸去演讲 我们也在教他做资源管理 其实也一样的条件 你没有资源的 谁没有鱼的 你做什么体验鱼业 所以现在已经不就是不只吃鱼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台湾现在很多的 鱼业庆典开始不见了 因为我们以前办什么 鱼业庆典 什么鱼就会不见 对对对 因为我们会把鱼食文化 完全放在我们的鱼业祭典里面 现在不同了 现在叫感恩祭 现在叫做体验鱼业 现在叫做保育 现在叫做工作假期 慢慢的休闲鱼业 已经转述到消费者支持鱼业 这件事情来 这也是非常开心的是 这是二十年来的光景 我们把鱼业提升到不同的层次来 所以未来渔民都必须把资源当做宝 就这样的钱存在银行不能一次领完 靠利息来花 这些利息其实就是溢出来的资源 利息的本金其实是不得动的 谁去动它 未来就会撼动到整个渔业发展 我等一下立马去冻结我的户头 这是你爸爸教你的 还有我遇过我朋友他弟弟 做过一件事情就是 他把很多钱存到了那个户头里面 然后他就把他的提款密码给全部忘记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反正他就是忘记了 然后理由是他可以存很多钱在里面 那也就是生活无语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 这是管理问题 当你忘了有一天就想说 我还有这笔钱 利息升了还不少 最好是你有办法是转资源 比如说一尾鱼 我拔好好多资品 我做鳗鱼运动 我慢慢教消费者认识鱼 了解鱼 甚至不只只有吃鱼 不同的层次赚到不同的钱 所以这也就是不同的社会的观念在改变 所以未来在休闲域业上 其实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鱼业润滑记忆 所以他就是整个要润滑下来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样子我整个听下来我觉得 他这个休闲域业 他是属于已经是一个泄浓于水 化都化不开 但是他又有一个很创新的一个方式了 所以如果加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进去 像比方学跳舞的进去 就可能带大家到那个水里面去跳水舞之类的 水芭蕾 水芭蕾 OK 现在自由潜水 其实那个美感也是超棒的 其实这个 所以这个也算休闲渔业了 对 那已经到水里面 其实又是现在从体验经济来看 潜水带人下去 已经以前是打鱼 打鱼拿上来就撑金论两 现在是一只鱼在水里面游 一群鱼在水里面游 你一直卖气瓶一直卖船钱 一直卖教练的专业 数千万做不 一直做下去都不会停 哦 了解了 OK 那这样子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个水下摄影算休闲渔业吗 水下摄影更是 因为他现在连看雨这件事情 还可以导入科技 比如说现在我们非常多的潜水交验 其实是在做国际影像 所以在卖台湾水底的画面 你看我脸动都没动 而且把它冻结起来 那变成了美美的画面 像我自己一个朋友 是明哥 是水里导演 影片是在华航的空中上播放 是在世界播放 因为台湾也透过电视的保护荧幕 透过电视的传宣传片 把这样的影像带到世界 把绿岛的水里的美也带到世界 所以你说算不算休闲 也当然算 因为他已经是愉悦表现到 到服务业还更高 已经到现在到4G 甚至到4K的影像 甚至更高阶的影像 甚至现在到AR VR 都出来了 OK 那这个 艾拉德老师 你可能之后帮我再跟影片一下 然后因为 来到渔业广播电台之后 有好多好多的 那个访兵都跟我说 你要不要去体会一下 这个潜水 或做diving 或是来做这个深水体验的这件事 我是想做啦 但是一体力不好 我怕我自己会直接先造成别人负担 结果有一个人跟我说 这完全不是负担 找一个人扛你就行了 我心里想说这对吗 水里不用扛 因为水里是浮力 浮力啊 反而是 其实正常是浮上来 所以没有扛你这件事情 只有扛气瓶比较累 对所以是体力反而要强嘛 其实应该讲 其实潜水会让你更健康 原因是因为你的心肺呼吸 其实你们一般不要不知道 在水里面享受那个高压 那你呼吸来讲 你会就像你在跑步 运动的呼吸 那水里面的画面 你很难想象是比陆地上还漂亮 在美丽的海洋里面 如果颜色有珊瑚礁 有鱼类有乐带雨 尤其像在那种绿岛 那种水清的地方 其实你会觉得人生大不同 赶快去赶快去 OK我会我会安排一个时间 在中秋前赶快去 因为有那个防病跟我说 你一定要在中秋前去 那水质是最干净 然后大家也是 最不会被影响的时候 而且我现在下了一个决定 就是除了这个休闲雨夜 要兼顾之外 然后那个下水的美感 也要兼顾之外 我决定要穿的美美的 这个潜水装 然后很漂亮的那个蛙鞋 然后剪下去之后 又很漂亮 很悠有的这样游 然后游到中间海底的时候 我要开始唱小美人鱼的歌 其实现在学证照 其实也很容易 现在也许在绿岛 基本上也可以一定的天数 那就在那个地方生活 然后顺便拿证照 然后在那边租美美的 永继气瓶 那都可以在那边享受 因为一年四季在绿岛水都是清的 哇哦 我是有在绿岛就是做潜水锅 但是他不是他不是真的就是这样 diving下去 他是抓着一条线 然后你头就抬 往下看 对对对 潜水就不同了 因为潜水你跟鱼一起 所以你穿飘飘飘亮 那鱼也说 你好漂亮 那海龟会来吗 那我熟悉了之后 我再到国外去找乳根 其实如果你像有机会 你看你会潜水到国外 你又跟着国际教练下水 你到帛琉 到不同的潜水点 那你世界就不一样 对我的感官世界就不一样 我至此可以当美人鱼了耶 而且在潜水 你第一个是面对的是自己 因为你的耳压是被压住的 你完全听到的是自己的呼吸声 哦 所以你是在面对 在大海里你是面对自己 难怪人家都说 大海是孕育生命的 因为只有听到自己 就好像胎儿一样 对啊 很像 因为它是懵懵懵了 所以它听到的声音 包括你自己的呼吸声 小小的声音都很敏感 对或许它真的就是 胎儿听到自己妈妈的心跳 哦难怪 所以赶快去找你的母亲吧 OK妈我在这 OK好 那我们差远了 其实在这边呢 也是要舒缓大家的这个情绪 因为其实今天这最后一集 我本来是想要把它做的 就是有点感性 那是不是差歪去啊 有点变成马戏团了 OK 很自然 对对对 那再来呢 接下来马师想要问的就是说 这个阿道老师 您在我们这系列 您也做了到现在第六集了吗 那您有没有想要针对什么样的议题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 进行一个最后的呼吁 或是讨论呢 其实以前渔民 最讨厌听到叫保育 Why 因为他说 吃吃就不够了 我管你做保育 保育又不能当饭吃 那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 因为我站在渔民同一个阵线 总希望渔民收入是变好的 可是这些年来 因为配合到不同的政策发展 而且现在环境在改变下 我觉得渔民更要保育 渔民保育其实就像你讲的 我做鸡豚保育 我赚鸡豚的钱 我没有喂鸡豚 可是喂鸡豚做一份心力 我去做鸡豚救援 那这个保育工作对我来讲 我赏鸡豚的团一息出 那我们在基隆呢 其实我们非常多的海钓船 那在海大的周边必杀渔港 其实早期也搭车而语 那现在不同 现在每一年春天大家先做渔苗放流 所有的渔船就会动员 大家一起去促勇这个活动 一起上基隆语去做浸滩 船家都是捐出自己的船的一日工作日 大家一起去做保育 越做现在生意越好 所以慢慢的文明水平改变了 我倒觉得渔民要率先出来做 呼吁 让资源永续利用 而不是我们渔业署官方 一单 单方面的在推动所谓的保育或永续 因为永续保育到的是渔民 因为他可以永远有收入 所以新一代的渔民下来 我也希望慢慢有这样的概念 甚至新一代渔民是人产 就不是只是一个传统产业的经营者 而是改变这个社会环境 海岛国家面对的就是海面 面对的就是资源 因为你没有办法靠别人 因为除非在进口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条件 我们再找到出处 所以我认为在现在的不管是渔业也好 环境也好 还是休闲也罢 都必须把保育当前提 永续当后盾 所以我们做法就是 来吧 做新的 做安全的 做一直有钱赚的 而且做赚不完的 包含现在食品安全 大家所有都希望有冷练 你看你做了保育 抓少少的鱼 卖好好的鱼 价格收入没有变差 可是以前做毁坏生态 节哲而语 单价这么低 保鲜这么差 那你也没有转的比较多 所以我希望说 有一天 小孩子优秀是回来从事传统产业 不是离开传统产业 是有机会回来为这块土地付出 尤其是渔业人 农业人都是保护环境 因为你不能说鱼是我的 所以在这行业 从业也快20年 那也希望说在这个领域里面 找到新世代 找到新传承者 那找到新的经营条件 那六级一定讲不完 因为还有更生生世世的年轻人 会来找马斯 让你继续报答 OK没有问题 那所以这个休闲渔业 还是需要马斯的存在 OK好 那阿德老师 我们就密切的在保持联络了 没有问题 OK好的 那在这我们这系列的 这休闲渔业 这六级农在的休闲渔业系列 就在此告一个段落 在这六级的时间 很感谢阿德老师 用这六级短短时间 说多不多说短也不短 您带领了我们翻山越岭 看过山河海 还下水 对对对对 上知天文还要下知地理 有时候我们还要懂一点海洋 OK 那在之后呢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再次的合作 今天谢谢阿德老师来 也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就锁定了我们渔业广播电台 这个休闲渔业的农在单元 谢谢你们 我是马斯 大家再见 谢谢阿德老师 拜拜 谢谢 再见 再见 to die 感谢观看